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地人民嬉笑怒猛 隔海相望的岛国人民貌似更为直白露骨 有看篇经验丰富的网友就晒出了这样一张图 一 二 三 四 五 人数正好 再看那位粉色小公子 而五位小郎君也正在对姑娘做着什么 放开我 要命点 姑娘 你还是乖乖从了小爷吧 你这是强奸会被判刑的 求您放过小女子吧 我不怕老妈会给我征据苗刻资质的 我要喊救命了 救命啊 后方喉咙也不配有人救你的 卧槽 别动手 我先来 李嘉少爷的故事成为日本成人片的剧本了 岛国人民神速啊 别小瞧了众人的观骗量 立马有人指出这是东京热衷的 不过情景真是神巧合 看来孟老师又有理由变白了 都是日地不良文化荼毒青少年呢 除了喝茶独报炒股烂片打游戏客挂子 公务员们总能与时俱进地想出心发色 熬过每天漫长的八小时 比如河北张家口市 小东区国土局的一众公务员们 在祖国64岁大哄啪到来前 集体脱港外出潜心炼唱歌 真是两岸圆声提不住 一周已过六七天 这可苦了来一半事的老百姓 腿都抛弃了 也见不到众歌星大咖的真身 不过公务员们也有难言之隐 因为他们唱的可不是你浓我浓 囊情惬意的迷迷之音 而是需要自证腔员鼻腔共鸣 形色生动的right song 但工作时间练歌未必能唱好 不如直接辞职一门心思的学唱歌去吧 特工产品招人恨 可是从来打不死 即日一种公安交警特工酒 就渐身黑龙江 蓝色黄身金色字 特工招牌 很扎眼 不仅警察叔叔 当地邮政海关均享受特工酒品 原来黑盒市政府发文 要求各部门订购一家名为 鹿园春酒厂的产品 于是低则三千箱 动辄上万箱的公款并购单 飞入酒厂 化作政府接待宴上的美酒家宴 虽然中央三零五身禁止特工标志产品 可你有指示精神 我有对策服务眼 不让用特工 那就改内餐 换汤不换药 公款来买单 官员们照旧享受超国民待遇 只不过 特工就特工吧 还这么高调 让吃喝自己买单的非特工一族 见到这二字 就衍生出无限感慨 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不作死就不会死 但若一心求死 请提前烧之 美国当地时间9月24日 一名27岁中国游客 在美国拱门国家公园游玩时 私自攀爬18米高的红砂岩结构控制 不慎跌落 摔成重伤 这没事找抽情的举动 实在让人无法再毒舌电瓶 关于中国游客丢脸丢到全世界的烂事 也无需再浪费本节目的宝贵时间 不过 还是奉劝准备去拱门国家公园 用生命拍照的国人们 想装酷 耍帅 玩点花活 不是不可以 看看人家老外 不照样在峡谷拱门上 荡啊荡啊荡秋千 但前提一定professional好吗 没有金刚钻 就别懒瓷紧膜 没有金箍棒 就别穿奇迷小短褶 要不然搭上性命 还要让人笑掉满口大牙哟 新闻满八点 网络最大点 我们明天见